几十年来鸦片是缅甸善邦农民的经济作物 然而产量正在下降,价格也不断浮动 50岁的英素农民龙山是去年加入 由联合国支持的作物替代项目的 400名种植者中的一员 我对种植咖啡豆赚钱抱有很高期望 以前种英素的时候,我担心英素的收成被烧毁 我也知道这对社会无异 目前为止,政府在减少英素种植上的努力 并没有阻止很多种植者 一份联合国调查表示 去年这个地区共种植逾5700公顷的英素 是2006年的三倍 这是缅甸成为仅次于阿富汗的第二大生产国 但是毒品贩子是不好的生意伙伴 联合国的约亨维则 说农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你得找到具有经济竞争力 同时又适合种植的东西 英素主要种植区域有1000到1700米的海拔 正好是可以种植高品质咖啡的精确区域 不过还有几年的时间 咖啡树才能开始收获 但与此同时 种植者会接受种子、工具和培训 目前有200公顷的土地正在种植咖啡 希望年底能够扩大到600公顷 不过复杂费力的是民族武装组织和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领土纷争 联合国不得不与纷争双方都达成协议 目前幼小的咖啡植株只占善邦广大因素地的一小块 但是它们代表着对所谓的金三角地区未来的一种期望 就是该地以优质的咖啡而闻名 而不是它的鸦片 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缅甸东芝报道 有海伦播报